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有人犯罪 参考经文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我经常有机会和那些 身陷罪恶挣扎的人交谈 他们有时怀疑 神是否会饶恕他们 他们内心有深深的罪恶感 觉得被谴责定罪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呢 如果有的话 又该怎么做呢 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是 信靠耶稣的宝血 当你触犯法律 就需要有人为你聚力力争 打赢官司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这么做 因为我们生命中的罪 已经证据确凿 然而圣经里面说到 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耶稣为我们的罪 向审判的主求情 为什么耶稣够资格来为我们辩护 是我们通过他能得到饶恕 和无罪释放的 他成给神的凭证 并不是我们的罪状 而是他的牺牺牲 耶稣是那义者 为了我们全然顺服了神 他为我们的罪 成了戴罪羔羊 并且为之舍命 这样 天父就听了他的辩解 并且饶恕了我们 受难日和复活节已经过去 但是这些节日 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和意义 却仍然存在 你还被什么罪所缠累呢 是否认罪悔改 把这些都带到了耶稣面前呢 若是这样 你就放心吧 因为耶稣的缘故 你已经蒙了赦免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祝耶稣 祢的牺牲 使我重罪得以洁净 祢的异形 使我心中有雀具 深知 我已经蒙神赦罪 我们要感谢 祢的大恩大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